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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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醉精髓 为您吸气传送 修身养性 致敬健康修身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公主者 冠屏等 手之代之的承办 我是第一次的主将师教练 这档课 我们来了解 太极拳的战装 如果大家想观看更多的教学内容 可以与我练习 可以到公主者官方网站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庄宫是太极基本功 也是太极养生功 通过战装的练习去体会 太极拳对周身的基本要求 体会放松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 体会呼吸的变化 体会虚拟顶静 立身中正 盘胸拔背 松肩成轴 松胯屈膝的时候 你的肌肉 你的关节 你的重心 是处在怎样的状态 什么样的感觉 记住这种感觉 站桩的时候如此 练习套路的时候也是如此 万变不离其中 基本的要求都是一样的 我们来讲解文元庄 他对周身的基本要求 我们从上下来讲解 首先我们的头部 头部最重要的力 它做到虚拟领镜 虚拟领镜 重点不在于顶 而是可以理解的 百慧水领镜 虚拟领镜 我们的百慧水就好比这个手指 领着这件衣服 衣服呢是自然放风 以实的 这就好比我们这个虚拟 然后我们的眼睛 要做到目视前方 注意力集中在意 耳听背后 舌尖顶住上脑 嘴唇微低 用鼻子呼吸 在刚开始练习 拍起拳的时候 或者站桩的时候 不要刻意地去强调 呼吸是怎样一种方式 只要做到均匀缓慢 放松自然就可以了 然后终结 终结有一个大的前提 是立身中正 就是在站桩的时候 不前倾后摇 左腕右斜 然后呢 双手要做到 松肩成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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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的就是肩甲肘 套路像这些情况 这些情况 都是抢肩甲肘 像拳击或者伞打 但他们在出拳的时候 也是要求肩肘 要放松 这样更加可以对他们快速的出拳的华力 所以条件价格 它不利于力量的成长 然后我们双手套球 手的高度呢 肩甲肘 肩甲肘 随着你站桩时间的增加 你会感到手臂 非常的痠 非常的脏 很累 这时候你可以 慢慢地往下降 往下落 只要低于你的足迹 你的腰这个位置 可以 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如果你一直要保持这么一个高度 可能到后面 就会出现挑衅架的情报 接下来 手上是一个膨颈 怎么样去抵着这个膨颈呢 可以把我们这个手 想像一个气球 气球 它里面这里的空气呢 保持我们这个 气球的一个饱满的形状 就好比我们这个 处境 由内和外 来保持我们 地生中正 发明支撑 但同时 一旦你这个外力 给它施加压力的时候 它又会连于你的反振力 当你 这个地卸掉的时候 它又 一个恢复 这么一个形状 这一点和我们的 风镜 就非常相像了 一旦 在运动 运动的时候 有外力 对我们的手臂 产生压力的时候 我们就会 产生这么一个风镜 来对它进行对抗 它既是放松的 但无时无刻 它又不具备的这么一种力量 然后 弹胸 滑背 黑几拳的胸 它可是 腰肘挺胸 可是在 自然站立的情况下 胸部微微离海 内海 测命的东西吧 自然站立的情况下 然后胸 微微离海 但是要滑到这个肚子 一旦 太过 就造成一个背 拔背 因为我们人的脊椎 是一个S 像我们的 另一个地方 是 丸里凹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求 拔我们的脊椎 80 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们 腰爬的背 我们的 腰 跨 要做到 鬆跨 屈膝 跨松 往下 自然站立成 好 然后我们的肺 把我们的密门 做到外层 把我们的脊椎 爬直 去顶尽 这个 鬆跨屈膝 和海胸跨背 它是对应一体的 最后达到的效果 就是把我们的脊椎 打直 然后 鬆跨屈膝 膝盖 归去 我们 站庄的时候 两条腿 它的伴力 是 肩膀的伴力 或者说 越伴力的肩 它不需要 把 它不开得很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求我们 膝盖归去 不要超过自己的脚尖 所以最好是膝盖 和我们的脚尖 是对齐的 好 鬆跨屈膝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的重心呢 是落在 有传续的位置 所以 大致上 在与我们 两脚展示 正经线 切记 前倾 后脚 如果你觉得 站穿的时候 前脚掌 非常的任意 那肯定是你的重心 往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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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你感觉护掌肌 站住了之后 很怕 刺膀感 那肯定是你的重心 落在我们的护掌肌 这些 都是我正确的 总结 希望大家 可以记住 太极拳 对周深的基本要求 在刚开始练习 站穿的时候 可以 短时间 多次数的学习 我们一次 站五分钟 然后 一天 站三次 随着 练习时间的增加 有五分钟 可以增加到十分钟 二十分钟 甚至半个小时 如果大家 想观看更多的教育的内容 通过联系 可以到我们的观望网站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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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